欢迎回来的三星新闻的现状新闻 现状继续来看一个庆祝嘉义市生计30周年 天窗国座技术从今天开始在嘉义市博物馆 点出到天窗中町的中国历代文部建设的电 特别是90日间的町区文部中进行世界生活电视 不过在世界生活电视进行 就先向嘉义市的乡亲来衍生 天窗中町开电电类客客英文 点现状天窗国座艺术民众收到嘉义乡亲在爱庭堂 嘉义市副市长李实斌 感谢天窗国座艺术公司当事长邦水峰 在高雄发电经过37年的收藏 中国保际艺术品 为主条到宋元明清 丁区的文物 愿意回向来点出 点是他的计划与文化历史 37年的收藏 竟然数万件 可以说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我们更感动 因为你把它收藏的东西 那回到嘉乡来展览一下 其实我们常常这样讲 你收藏的东西如果不展出来 对我们来讲跟没有是一样 所以说一定要把它展出来 这个价值才会出来 所以我们期待将来 董事长数万件的国保这个东西 能够适当的时机 那我们乡亲的文化局 一定非常乐意 有机会让我们乡亲的一保眼福 中山会主委丁匡 以及丁文英政治党 丁医党令成分 塞助会刷金连 市委员丁医院丁医院 以及丁医院来自国所在的艺术 丁医院丁医院丁医院 的话呢你不是跑到高雄 就要跑到台北才能看到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让大家一保眼福之外 也配合着我们升格的30周年庆 大家一起来欢度 祝福这个长出的成功 天聪国际艺术当时党丁医院 感谢维宾丁医院 丁医院丁医院 看到这么多人 电视的文物也都会开槌来笑 希望观众的人用心去感觉 这会所电视有90人 怕怕精彩丁区 这些文物本来就是准备 去世界巡回电纜 在乡亲的畜生 附到家里吃生贯30周年 逛这个时间 意义特别重大 他最大的感觉 感觉说我们他祖先是伟大 我们祖先的地匪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我们的工业也是全世界最好的 所以看到这个文物 我们可以印证那个年代 他的行星 他好丁他散 都看得出来 文物还是越漂亮 他那个年代就是越富有就对了 那个时候就越强盛 所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我们这个民族 没有贯成 全世界没有一国 有那种年少的 只有我们这个文章人 电线非常精彩 典致自七月车到八月二十六号 欢迎大家 作为来观众中华力带 文物艺术 知美知语 谢新新闻 曹敏董 嘉宇 蔡宏 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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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